欢迎来到蓝色的威娜大体型教学 今天我们来讲解第二侧的第39页下 39页下 练习可分为四段 我们来逐段讲解当中的重点还有练习的方向 第一段当中又可以分成四小段 这些段落是用来练习第三把位双音直法 首先第一小段是二分音符双音 它在AD弦上总共有八组双音 可以先每一组拆开来把单音拉准 先拉低弦的音再拉A弦的音 或是相反先拉A弦再拉低弦也可以 而每一组拆开单音拉准之后再合成双音 看看手型是不是可以维持 每一组双音在进行的时候 如果有相同的指法尽量留在弦上不要放掉 只要移动有改变的指法就可以了 像是这两组双音它们都有四指 所以在D弦上我们只要把三指改成二指就可以了 又或是像D弦上这两个音都是三指的拉 那么我们只要在A弦上从二指改变成四指就可以了 接下来第二小段是双音拆解为八分音符的练习 这个练习只是把刚刚第一小段的指法继续沿用 只是把右手改成八分音符连弓 而这里的练习依照反复段落可以分成两组 第一组是先拉低弦再拉A弦 这些都是同方向的运弓 所以每一组上面的双音 我们要先把低弦上的手指按稳 而第二组则是下弓先A低弦 然后上弓是低A弦 这个是反向的练习 这里每一弓的第一个音都是指法的重心 例如A低弦 指法的重心在A弦上 而低A弦的话 指法的重心在低弦上 第三小段练习 则是把刚刚第一段的练习指法 从A低弦上全部移到低弦弦上 就是第三段的练习 这里的练习和第一段一样 可以先把每一组拆开来把单音拉准 再合成双音来拉奏练习 Z为了一组合的重心 第四小段也是二分音符双音练习 只是把刚刚第三段的指法提到GC弦上 这里的练习方法一样 只是要记得GC弦上的左手按弦 我们要把手腕转向C弦 这样手指才比较容易站立在C弦的指板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大段是F大调音阶练习 F大调音阶它是一个降记号的音阶 C都是降半音的状态 红色框框当中标示的是第三把位 使用到的是第三把位当中的第一种指法 也就是最简单的E34指法 蓝色圈圈表示的是 这边要再从下弓开始拉奏 虽然前一个音也是下弓结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大段 我们依照指法的相似程度 又可以再分成四小段来练习 红色框框的部分都代表是第三把位指法 第一小段 使用到的是第三把位当中的第一种指法 E34指法 这两个小节差别只在于 红色框框当中的指法顺序不同 可是都是使用E34的指法 第二小段使用到的是第三把位当中的第三种指法 也就是E24扩张指法 第一个小节在A选上拉走 再来把相同指法全部移到D选上 就变成了第二小节 第三个小段是使用第三把位当中的第一种指法 第三个小段是使用第三把位当中的第一种指法 第三把位当中的E34指法 这段的指法都在G选上 第四把位当中的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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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指法 第四段是C大调和C小调的对比指法 第一小节是C大调 使用到第三把位当中的第三种指法 也就是E34扩张指法 第二小节是C小调 第三把位当中的第三把位当中使用到的是第一种指法 也就是E34的指法 最后第四大段则是降异大调的排音练习 这里我们一样可以分成三个小段来练习 首先第一个小段是完整的降异大调排音指法 它包含两个八度 第三把位的部分使用到的是第一种指法 第二个小段是降异大调排音 但是停留在第三把位 用连弓练习它的指法 要注意蓝色指法还有蓝色横线的标示 表示这个地方四指要一口气按在AD拳上 第三个小段是降异大调排音 停留在第三把位 用连弓练习 但是它会使用到G弦的四指降弥 以上就是关于魏纳大调行使用法第二侧第39页下的解说 如果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 欢迎您订阅分享按赞 谢谢您的收看 蓝音色线上大调行学院 课程优惠开始啰 只要你一次购买两套以上课程 结账的时候输入chero88 就可享有88折优惠 如果你已经购买过我们的课程 再购买第二套课程 只要结账输入2nd88 就可享有8折的优惠 现在就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